马来西亚警方星期四表示,他们逮捕了另一名妇女涉嫌,暗杀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,当局认定这名女子为25岁的西蒂艾莎,称她持有印尼护照,并从机场安全摄录机录影中将这个人确认,逮捕一日之后,警方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国际机场拘留另一名妇女, 警方一份声明称她为段思芳,有越男女行证件,并称这个人也是从安全摄录机中得到确认,南韩在星期三证实,受害者是北韩领导人的教练长的同父异母兄弟金正男